欢迎您收看今日六度美国版 唐纳德 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被拍摄入狱照的前美国总统 英国每日电讯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向乔治亚当局投降 并在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后 被拍摄了他的逮捕照 特朗普是第一位在警方档案中有照片的前总统 他面临多项与他被指试图改变选举结果有关的形式指控 随着特朗普竞选重返白宫 其中几个案件将进入法庭 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物也曾公开展示过他们的逮捕照片 包括奥俊·辛普森、休·格兰特、泰格、伍兹和约翰、爱德华兹 特朗普在被拘留后宣称自己无罪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福尔顿县监狱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后 宣称自己无罪 特朗普在被逮捕并拍摄了他的照片后 对记者发表讲话 称这是国家的悲哀日子 他面临13项 与他试图推翻2020年佐治亚州总统选举结果有关的指控 特朗普再次重申选举对他不公平的错误说法 并谴责他的其他联邦起诉 福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上周宣布 对特朗普及其18名盟友提起起诉 特朗普的几位盟友 包括马克、梅多斯和鲁迪、朱利安尼 也已经接受了处理并拍摄了他们的照片 特朗普在福尔顿县监狱被逮捕后 愤怒地在历史性的照片中皱起眉头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涉嫌干预2020年佐治亚州总统选举 而在亚特兰大被逮捕 并被拍摄了预定照片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在任或前任总统 被执法部门拍摄预定照片 特朗普在大批警车护送下 从他的夏季住所前往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他的私人飞机正在等待 他在福尔顿县监狱投案 并以2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 其中他支付了2万美元的保证金 特朗普被指控虚假 声称赢得2020年选举 并向佐治亚州选举官员施压 希望他们帮助他推翻选举结果 他被控多项重罪 包括违反佐治亚州 RICO法和密谋伪造和提交虚假文件 特朗普一直声称自己赢得了选举 并批评对他的刑事案件 是为了阻止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 随着一张逮捕照片 特朗普加入了臭名昭著的 被指控的罪犯相册 英国独立报 名人的逮捕照片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像唐纳德、特朗普、休·格兰特、林塞、罗涵和弗兰克 新纳区等人都在他们的警方逮捕照片中 被永久地留下了身影 这些照片被用于各种各样的产品 从T恤和摩音到深夜喜剧节目 成为流行文化中的标志性符号 虽然一些名人试图与他们的逮捕保持距离 但其他人则利用这个宣传机会 将其作为成长和改变的机会 特朗普的逮捕照片的未来尚不确定 但肯定会无处不在 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休·格兰特、林塞、罗涵和梅尔 吉布森的逮捕照片展示了对逮捕的不同反应 格兰特因寻求性工作者而被逮捕 随后公开道歉并承诺改变 另一方面 罗涵多次被逮捕并面临监禁 这影响了他的事业和个人生活 吉布森因酒后驾驶被逮捕 但他的反犹太言论使此事被掩盖 导致他事业暂停并损害了他的声誉 其他著名的名人逮捕照片 包括杰弗里、爱波斯坦 他因寻求卖银而被逮捕 后来被控联邦性交易 帕里斯、谢尔顿因酒后驾驶被逮捕 后来被控持有可卡因 杰里米、米克斯的逮捕照片 因其英俊的外貌而走红 并为他带来了模特和演艺事业 这些逮捕照片已经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 并对涉及名人的生活和事业 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特朗普被逮捕后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 呼吁捐款支持竞选 路透社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亚特兰大被逮捕 而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在度假期间 在此期间 拜登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话 并对他的2024年连任竞选活动 发出了新的呼吁 拜登没有提及特朗普的法律问题 而是专注于与泽连斯基的通话 与特朗普被捕同时 拜登发出了一份竞选捐款的呼吁 与泽连斯基的通话重点 是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国生产的F-16战斗机 马乔丽·泰勒·泰勒格林发布假的逮捕照片 同时特朗普投降 英国独立报 乔治亚州国会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张模拟的逮捕照片 已是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团结 格林称富尔顿县检察官法尼 威利斯为共产主义检察官 并指责他是政治刺客 特朗普已经自首面对串谋破坏2020年选举的周级指控 包括鲁迪、朱利安尼在内的其他被列为被告的人 已经提交了正式的逮捕照片 乔治亚州官员表示 特朗普将像其他被告一样被登记和拍照 拉马斯瓦米和哈利展示了共和党在辩论后的不同道路 华盛顿邮报 据一位顾问称 尼基·哈利·妮提·黑利在备受好评的辩论表现后 他的竞选团队通过电话筹款 在过去24小时内筹集到的资金 比竞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天都要多 在前一晚的舞台上 这位前联合国大使将自己定位为 对民主党最大的大选威胁 并辩称唐纳德 特朗普将因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辩护 而无暇击败拜登总统 Rivak Ramoswami试图利用自己在辩论后的关注度 作为特朗普最激烈的辩护者 称他为21世纪最好的总统 这位38岁的首次参选者和他的团队 试图扩大他们来自小额捐赠者和草根共和党人的支持 这些人被前总统的好斗风格和极端观点所吸引 他们的竞争努力说明了共和党内的鸿沟 因为这些处于劣势的候选人在特朗普的阴影下努力 前总统缺席了周三的辩论 为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罕见的聚光灯 Roman Spahnier和Haley提供了不同的道路 科技企业家承诺以特朗普为榜样领导党派 而Haley则敦促与前总统决裂 同时试图通过声称自己更具选举能力 来吸引更广泛的选民群体 但是辩论并没有立即改变他们在这场戏剧中的角色 他们在特朗普主导的领域中只是配角 到目前为止 共和党初选选民并不相信 Haley在辩论中试图传达的信息 是时候超越特朗普了 而Roman Spahnier也没有明确表示 他将如何击败特朗普 因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前总统的结果 特朗普最新消息 前总统抵达佐治亚州 随后在富尔顿县监狱投案自首 英国每日电讯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被指控试图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 而在该州被逮捕 特朗普声称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预计他将被取指纹并可能被拍摄全景照 这次在乔治亚州的逮捕 对特朗普来说可能是法律上最重要的 即使他在2024年再次当选 他也无法赦免自己 据CNN报道 特朗普将通过支付10%的费用 来支付20万美元的保时金 这是特朗普在他的四项起诉中首次被要求支付现金保时金 特朗普在自首后被送进富尔顿县监狱 英国独立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向乔治亚州富尔顿县警长部门投案后被释放 特朗普被控13项罪名 包括违反乔治亚州的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 他乘坐一大队车队前往私人航空站 登上私人飞机前往亚特兰大 特朗普乘坐特勤局拥有的SUV被送往监狱 并被指纹和拍照登记 富尔顿县警长表示 特朗普将像其他被告一样受到对待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乔治亚州投降 被拍摄了逮捕照片 南华早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于周四向乔治亚监狱投降 面临13项与他涉嫌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的指控 特朗普支付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并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声称自己是一场有偏见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对他提出的指控包括勾结罪 这是与有组织犯罪起诉经常相关的指控 特朗普在富尔顿县监狱的投降过程 被多个摄像机和新闻直升机记录下来 进一步增加了他创纪录的第一次经历 这位前总统现在面临着四起刑事案件的共计91项指控 他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检察官继续在这场无数猎物中竞选 并筹集资金并干涉2024年选举 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的支持率遥遥领先 希望能够连任总统以豁免自己并避免入狱 唐纳德 特朗普投降 面对格鲁吉亚选举破坏案的指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自首 面对在乔治亚州指控他策划犯罪阴谋 以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指控 他抵达富尔顿县监狱 交付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并拍摄了他的逮捕照片 审判定于2023年10月开始 距离现在不到两个月 尽管由于案件的复杂性 可能会延迟 特朗普面临总共41项指控 其中13项直接针对他 这位前总统 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意调查中领先 并且在与乔拜登的潜在再次对决中势均力敌 特朗普在格鲁吉亚选举干预案中被预定 德国之声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涉嫌立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而被逮捕 被送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监狱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 这是自三月以来对他提起的第四起刑事案件 特朗普称这些指控是司法荒谬 并声称他有权质疑他认为不诚实的选举结果 他同意支付20万美人的保释金和其他释放条件 特朗普和其他18名共同被告 根据敲诈勒索法被控企图推翻他在佐治亚州的2020年选举失败 唐纳德 特朗普在乔治亚选举案中投降 半岛电视台 唐纳德 特朗普已向乔治亚当局自首 他面临与推翻2020年选举有关的刑事指控 他是该案件中被控的19人之一 该案指控存在一个犯罪组织 试图推翻他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 特朗普的律师与乔治亚检察官就审判何时开始展开了争论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提出了将他的案件与另一被告分开审理的动议 可能导致多次分开进行的审判 特朗普向乔治亚州官员投降 因被指控试图推翻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 加拿大CBC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监狱向当局投降 他被指控非法密谋推翻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 特朗普是上周被起诉的19人之一 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一个密谋 试图推翻他在2020年选举中输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的结果 这是特朗普自3月以来的第4起刑事案件 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起诉的前总统 特朗普的投降发生在他的法律团队进行重组之际 也是在一场总统辩论中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角逐2024年共和党提名之后 唐纳德 特朗普抵达乔治亚州 就2020年选举指控向警方自首 悉尼先驱晨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投降 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监狱面对刑事指控 这些指控声称 特朗普是一个旨在颠覆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的犯罪组织的一部分 特朗普否认这些指控 这是特朗普在过去5个月里面临的第5组指控 与之前的案件不同 特朗普将在监狱接受处理 可能会被拍摄全景照片 富尔顿县监狱的条件受到批评 调查揭示了暴力、肮脏和结构安全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